而一樣有奪牌濃厚希望的還有拳擊項目 目前我國的國手呢出戰首戰皆節 甚至有人已經挺進八強賽了 詳情交給余明以及姓翰 為您十句鎖定巴黎奧運賽事的最新消息 我們先來看到拳擊這個項目啊 目前中華隊在拳擊的表現非常的出色 有出賽的選手都順利的晉級了 先來看到吳石儀在第一場比賽 擊敗了拿過金牌的南韓隊選手 原本在接下來的賽事要遇到奈吉利亞的選手 但這名奈吉利亞的選手在要檢這個項目 在今天早上確定是沒有通過 也就意味著吳石儀是直接晉級到八強賽 也就是說他只要再拿一勝 就可以確定有獎牌入袋了 那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的陳恬琴 也順利了擊敗對手 所以他也追隨了吳石儀 還有黃曉文的腳步 已經晉級到了下一輪賽事 包括像未來的林玉婷 還有這個祖恩賴祖恩 都會來在全級賽事來出賽 其實全級今年大方的 各方的狀態都非常的不錯 包含教練劉中泰也都說了 現階段整體的選手 狀態都在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在目前 整體的士氣非常的高昂 在賽前 也就是巴黎奧運開賽之前 外國媒體就評估 全級項目是有機會有獎牌入袋 尤其特別點名黃曉文 是有機會衝擊金牌 雖然說他的親運比較硬一點點 但目前為止整體的調整都還算不錯 尤其這一次中華隊團本部 是在巴黎租借了一個運動中心 包含了柔道 全級都可以在這樣運動中心來進行磨練 也就是不用再跟各國選手 去搶這個場地來輪掰 所以讓這些選手都有一個 很好的調整空間 包含教練也特別說了 只要能夠穩扎穩打 全級項目是有機會能夠進帳更多獎牌 我們來聽聽稍稍之前 教練跟選手的訪問 當然因為就像我跟教練是討論過 因為我們也沒對戰過 所以其實打還沒打就不知道 所以我當然是這幾天會以他的一些 對戰模式去做練習啊 然後就是剩下來就是看場上的一些零場發揮吧 對 觀眾朋友帶您關注的是來自巴黎奧運的最新消息 我國中華代表隊射箭的男子團體賽 可惜止步了 由於呢碰上了中國代表隊 最後是以1比5不敵中國 所以止步8強 而目前呢最新的賽況 其實也顯示本來有非常有大機會奪牌的 男子射箭團體賽 確定只能挺進到8強而已 目前呢 還有另外一方面的其他的賽事還在進行當中 我們連線法國的特派記者 云銘以及信翰 繼續來鎖定巴黎奧運的賽事消息 來看到在射箭的部分 在前一天呢 女子團體呢 是輸給了大魔王南韓隊啊 無緣晉級 不過現在男子團體就傳出了好消息了 在第一場比賽呢 16強對戰的是英國隊 目前呢 整個士氣狀況非常的好 順利的擊敗英國 挺進到了下一輪 接下來要對戰的是中國隊 其實目前在男子射箭的部分呢 已經逐漸的克服場地跟測風的問題 來回顧到對英國的這場比賽 16強對上英國首局呢 是54比53 贏過了英國先下一城 湯志軍也在第二局兩支十分艦 加上林子祥還有戴雨萱 也都各贊助了一支十分艦 這個台灣呢 58比56 再次拿下4比0就聽牌 所以最後也是順利擊敗了英國 可以看到今天呢 三名台灣小將都非常的出色 十分艦連發 也讓整體的信心大增 現在擊敗英國隊之後 下一場推上中國 外界評估只要能夠發揮出色 有今天早上的這樣的水準 就很有機會能夠晉級下一輪賽事 會不會拿到中華隊在本屆第一面獎牌呢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其實在這個中間呢 教練也有特別出來提到就是說 在前幾天 其實他們在適應場地這一塊 做了很大的功課 因為雖然在巴黎這邊呢 天氣算是還蠻穩定的 除了前幾天有下雨 但是這個側風的問題呢 一直是干擾的射箭選手很大的關鍵 那目前男團的籤運呢 稍較於女團來說稍微好一點 因為呢上次呢 在女團的部分 晉級到八強賽事的時候 就遭遇到了大魔王男涵隊 女子大魔王團隊是非常厲害的 他們從漢城奧運一九九八年 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之後 一直到今年的巴黎奧運 已經創下了女子射箭十連霸的一個紀錄 那現在男團呢 在擊敗英國隊之後 晉級下來 對上中國隊整體實力呢 是有機會能夠過關的 我們也希望呢 射箭小象再接再厲 可以進場中華隊本屆地面獎牌 我們來聽聽教練跟選手的說法 應該是說贏了第一場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滿開心的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畢竟是開紅盤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也是讓他們就忘掉 因為下一場就是重新的開始 那還是把自己的一個狀態準備好 那我也一直提醒他們就是說 一支一支射 然後一趟一趟射 那不用管別人射多少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狀態去調整好 那自然不會到太差 我覺得我給90分啦 因為我覺得說 在以第一次參加奧運場上來講的話 他們雖然說有點緊張 但是還是有把動作的流暢度做出來 然後所以說我覺得其實算不錯 好 中華射箭的男團 也1比5 對上了中國代表隊 不幸落敗止步八強 這是我們來自巴黎奧運的最新的賽況 不過現在呢 原本塞納河畔 是要讓很多選手練習的 但水質變差 看來無法成形了 巴黎的塞納河在連續兩間 降雨後邊的混濁 所以奧運主辦單位 取消原定昨日 在合理居行的接人三項聯席 他們有信心在本週二和週三 將會進行比賽 另外公開水上游泳比賽 也預計會在下週內居行 我們在深磨越岩附近的 塞納河和小洋 問了發國民眾 他們對塞納河和水平次的看法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 河水是乾淨的 我看打燈的旅行 森的旅路 階段曲 納河河河走 雖然之太 歷免,河河河 畫盡 由î 降似 讓水平時 雖然 替 高階itez 但 複月 列獨 游桃 是很危機的 但知道 他的瘦的降級 在昨日 並沒有說明 訊號的安全標準值 但他們強調 健康的健康 就好看 I希望在终于是吧 我希望在终于是可以 再终于是 我认为 在那些 但是 在现在 我认为 我认为 在终于是 他们工作 在终于 在终于 我认为 在终于 在终于 还有 在终于 在终于 我认为 我认为 在终于 在这一场比赛 在1900年代的奥运相依 但是从1923年 在1923年 在1923年 但是 巴黎人们 到1960年代 都还在河里 偷偷游 2014年开始 法国政府已经花了 40亿美元 来经历 整顿 在1960年代 比赛是否能按照 运行计划进行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TVBS新闻 龚香华 许星焊 法国办理采访报道